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 李嘉欣三岁的时候就因为出众的外表被星探挖掘 拍出了一个婴儿广告 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又接拍了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广告 在那之后李嘉欣就总会在路上碰到不晓得星探 问他想不想拍电影 拍电视剧 但是当时的李嘉欣目标非常的明确 以后只想要做一名空姐便通通的拒绝了 直到十八岁他受到了朋友的鼓励去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也就是那时候李嘉欣遇到了自己的初恋倪震 倪震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倪荒的儿子 当时他正巧担任香港小姐比赛的评委 据说倪震见到李嘉欣的第一面就为之倾倒了 随后直接激动的打电话对李嘉欣说 出于人最直接的本能 我想告诉你 你很亮 我很看好你 才子的追求大多数也是诗情画意的 倪震为李嘉欣写了数百封的情诗和情书 在赛后他会带着他去山顶享受两人的烛光晚餐 就这样两人慢慢的走到了一起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 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问题了 倪震出生于书香世家 父亲倪震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姑姑一叔著名的作家 而李嘉欣的家境非常普通 甚至还要自己贴钱养家 因此两人短暂恋爱之后就分道扬镳了 分手之后倪震的姑姑一叔还写了一个小说 疑似是抨击李嘉欣有了名气就抛弃就爱 在这之后啊 李嘉欣交往的对象都非富即贵 最为出名的大概就是香港的富豪刘鸾雄了 刘鸾雄花名在外 更是有着女星足迹号的名号 可是啊 刘鸾雄除了有钱之外呢 还对所有的女友们十分用心 为了给女友安全感 刘鸾雄啊 几乎都会给每一任女友送豪宅 刚刚和李嘉欣在一起的时候 便送了一套价值八百多万的房子 这一举动啊让李嘉欣当场泪崩了 李嘉欣喜欢打扮 经常啊一个款式的衣服 会将不同的颜色全部都买回来搭配 衣服多了 诶那衣柜就不够用了呀 李嘉欣啊 有一次就随口和刘鸾雄 抱怨自己的屋子连衣柜都放不开 刘鸾雄啊 又豪至两千多万 为李嘉欣购物到了一套豪宅 这可是90年代的两千多万啊 半夜大楼停电 就是因为李嘉欣一句想吃宵夜 刘鸾雄爬二十几层的楼梯 为女友送来尝粉 李嘉欣啊 遗憾因为参加选美放弃了学业 刘鸾雄就为她从英国请来了私教 这一切看起来呢 就像是爱情童话 可是当时的刘鸾雄啊 早就已经有了家事的 刘鸾雄的妻子叫做保永勤 对于丈夫在外的情人女友啊 早就已经私空见惯了 度量大到甚至是可以与刘鸾雄的情人 互称姐妹 但是啊 保永勤对于李嘉欣 却做不到 甚至呢在多年之后还曾经在自传当中写到 我一直都耿耿于怀的就是心里的那一位 他就是导致我离婚的那个人 显然啊 就是李嘉欣要的要太多了啊 其他人呢只图刘鸾雄的钱 可是呢他还想要名 保永勤啊 经常会在家收到李嘉欣的来电 电话当中的对方总是不怀好意 直到多年之后呢 李嘉欣上节目才承认自己伤害了保永勤 虽然最后刘鸾雄与妻子离婚 但是李嘉欣也没有得逞 毕竟呢相较于李嘉欣 他更放不下的是在外的莺莺艳艳 两人一排两三之后呢 李嘉欣还曾经与不少的富豪有过交往 其中也不乏永富之夫 直到2006年 刘鸾雄还特意包下了李嘉欣 生日当天的报纸板块来为其庆生 而当时啊 李嘉欣正在与香港富商许静亨处在交往当中 两人在感情方面呢 则是旗鼓相当 许静亨曾经与不少的女星 谈过恋爱的 还与刘佳玲订过婚呢 当时与李嘉欣交往的时候呢 自己还正在与赌王何鸿深的千金何超穷 处于分居 没有离婚的一个状态 直到2008年 李嘉欣与许静亨 才成功的步入到婚姻殿堂 据说啊 当时李嘉欣举办完婚礼之后 全香港的豪门太太都松了一口气啊 两人的婚后生活还算和睦 后来呢还生了一个孩子 日子看起来是过得还算比较滋润的 李嘉欣啊 就像是香港情史里边的一个神话 交往过无数的富豪大佬 却总能够从中轻松的抽身 不伤自己分毫 当然这种神话 有人追捧 有人嗤之以鼻 但是冷暖自知 你没发生了一种人的费物 我对我非常有意思 对你这种人的费物 我可以的就是这样